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 学生采用了放风筝的方法 阻碍中共为了监视和恐吓学生 所派出的直升机 同时风筝也象征 他们追求民主的渴望 因此每年六四前夕 香港之联会为了纪念广场被害的学生 都会发起民主风筝活动 当天天气酷热身上也没有风 虽然失败了几次仍然不放弃 因为他们相信 永不放弃坚持到底 最终一定会取得成功 这也是今年的主题 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 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军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每年坚持放风筝 是为了延续和继承 北京学生的志愿 他更呼吁大家 不要受中共爱国论的欺骗 认为真正的爱国不是爱党 是对自己人民和公义的爱 是爱自己整个国家民族 还有是爱人民 也都是爱一个真理公义 临近六四事件24周年 放完风筝之余 也有市民赠送24个黑色气球 给支联会放飞 表达对六四受难学生的缅怀 除了民主风筝活动之外 支联会更呼吁大家参加5月26号 举办的民主大游行 以及六四烛光守夜活动 新唐人记者杨安娜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